最近因为弗洛伊德的事件就像点起了一把火 在西方世界熊熊燃烧 曾经有过奴役黑人这种黑历史的 瞬间成为检讨目标 有位比利时国王躺在棺材也中枪 他是统治比利时长达44年的利奥波德二世 在19世纪的后期 这位老兄看欧洲列强从东方捞到满满游水 非常眼红 于是他把目标瞄准非洲 成立刚果自由邦 靠着刚果的橡胶和橡牙发家致富 虽然他的雕像和以他名字命名的街道遍布比利时 但是却被人家冠上19世纪的西什么乐 或是非洲虐杀者这样的称号 我是郭巴 今天就来聊聊利奥波德二世 和刚果自由邦的故事 为什么刚果这个位在非洲中部的画外之地 会被利奥波德向众 成为他殖民大梦的主角呢 因为比利时1830年才刚刚从荷兰的统治下独立 算是个乳臭味肝的小国 所以利奥波德心知肚明 想要参与瓜分东亚的殖民地 恐怕连别人的车尾灯都看不到 于是他选择把野心放在当时还没有被吃干 抹尽的非洲中部 1876年起 利奥波德找到一位有过刚果探险经验的英国人 亨利·莫顿·史坦利 让他成为自己的打手 开始在刚果设置贸易战 用各种半哄半骗的手段 从原住民的手中获得土地 签订不对等的契约 让当地的黑人沦为免费劳工 表面上是打着慈善 还有替非洲人带来文明的招牌 但实际上让利奥波德2是流口水的 是橡胶、橡牙、铜矿 这些刚果非常丰富的天然资源 就在多年的燃脂 是金银之后 1885年 刚果自由邦正式成立 同年包含德国、葡萄牙、美英法 在内共有15个西方国家 在柏林举行了一场正式名称叫做 柏林西非会议的切西瓜大会 这颗倒霉的西瓜名字就叫做非洲 在列强各怀鬼胎的算计下 承认刚果自由邦 使利奥波德2是的私人财产 这片土地的面积 是当时比利时国土的整整77倍 刚果自由邦名义上算是一种国营企业 有利奥波德透过国际非洲协会 这个傀儡机构来控制 而国王就是唯一的股东和主席 换句话说 整个刚果就变成利奥波德他自己家的啦 往后整整有23年 刚果人民必须把劳动所得全部上缴 让利奥波德出货发大财 1890年起全球性的橡胶经济繁荣 刚果有一种野生的藤蔓植物也能分泌乳胶 利奥波德为了让自己得到的利益最大化 组织了一支配备步枪 有比利时军官参与的部队 向刚果的各个村庄抢争橡胶 武装人员在到达村庄后 会先把妇女跟孩童帮走 再威胁男性成员一定要采集足够的橡胶 如果没有搭标 就会叮咕家人的手掌 甚至叮咕全家 还替每个村庄定下KPI 如果橡胶的数量不够 就可能面临粉村的悲惨遭遇 这些刚果人民用血泪采收的血橡胶 就成为利奥波德统治时期最惨痛的印记 光是橡胶还不够 利奥波德还强行开采 为在上鲁雅拉巴河盆地的矿产 掠夺象牙、棕榈等天然资源 产生了巨大的营收 再用这笔钱回头点缀自己的祖国 所以像是奥斯登皇家画廊 杜富兰殖民宫 布鲁塞尔凯旋门等 都是用这些血汗钱盖的 所以利奥波德二世 还有Builder King 建造者之王这样的称号 在他的统治下 钢果自由邦成为20世纪初期 国际上最残忍的丑闻集中地 美国有位历史学家霍赫希尔德 写了一本叫做 《利奥波德国王的鬼魂》的书 他认为在利奥波德的统治下 钢果有接近一半的人口 因为各种迫害而死亡 这样的人数非常可能超过1000万 甚至是上看1500万人 欧洲和美国的媒体 在20世纪初期开始向大众披露 钢果自由邦的真实情况 1908年 在强大的舆论和外交压力下 利奥波德终于回抖六 卖手摇茶 尽管比利时议会最出面有难色 但是难以抵抗以英国为主的外部压力 最后还是从国王的手中接管了自由邦 从此改称比利时属钢果殖民地 钢果就在比利时政府的统治下 直到1960年才正式独立 泰山传奇电影的背景 就是设定在比属钢果时期 即使残酷的真相摆在面前 比利时还是有国王的支持者 认为利奥波德的殖民为建设国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甚至还有利奥波德抱着非洲幼童的金色雕像 最近世界各地都掀起了破除雕像的声浪 利奥波德二世的铜像也跟着GG 大批的民众呼吁政府 应该要尽快让殖民主义、种族主义 从地球上消失 美国也开始拆除代表对黑人压迫的建筑和铜像 像是维吉尼亚州就宣布 要把公园里的罗伯特里铜像拆掉 他是南北战争中大名鼎鼎的南方邦连将军 就连解放黑奴的林肯 也因为雕像设计中隐含了高黑奴一等的feel而成为剑靶 甘地曾经发表过主张种族隔离的言论 也让他的雕像被人涂鸦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也成为示威民众发泄的对象 有人说1943年孟加拉的大饥荒 不恰当地对待澳洲原住民反对印度独立 这些都让丘吉尔蒙上种族主义的色彩 撤除雕像是一种转型正义 或只是企图抹除历史呢 拆除或不拆除 界限应该设在何处 你有什么想法吗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请别忘了订阅按赞分享 下支影片见咯 拜拜 sagen σας h사ена 参加 参加 祝福 메